第七章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以走私、囤积、投机稀图暴力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背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 话说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为了落实,他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对军队提出的飞鸟禁、梁公辨的方针,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他在指示中写道,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除在几个战线上,必须专心致志,追尖残敌,以竞权攻外,已有大量军队进入整讯,或不久即将进入整讯。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的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 这里给了我人民军队,除了保卫国防,巩固治安和,加强整讯这些伟大任务以外的一个光荣而巨大的任务。 因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其物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这一生产任务是必须而且可能实现的。 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必须实现,是由于国内外反动派所发动的长期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给了人民以严重的灾害,给了经济以严重的破坏。 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 克服此种困难的方法,首先是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逐步地恢复与发展生产。 而人民解放军则必须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种困难。 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能实现,是因为人民解放军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中间,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各种生产技能,并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担负过生产任务,具有生产的经验与劳动的传统。 人民解放军的广大的干部们和老战士们都懂得,军队在参加生产之后,不仅战胜了困难,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改善了军队的生活,并且经过劳动锻炼,还提高了军队的政治质量,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 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 因此,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所属,从1950年春季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建议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 此种生产建设工作,应形成一种运动,以力推广。 此种生产运动,应定出较长时期的计划和具体的步骤。 生产项目,应在人民政府允许之下,以农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各项建筑工程、各项可能从事的工业和运输事业为范围,禁止从事商业。 军队领导机关,应根据驻地情况,调查研究,京东做好准备。 根据过去的经验,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 干部中如有企图以走私、囤积、投机稀途暴力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以纠正和制止。 因为这些不仅违背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 此外,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必须注意,不要因开荒引起水患,不要因争地引起人民不满。 为了使军队正确执行生产任务,开展生产运动,资规定,一、在施、军级军分区以上各级,成立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代表参加的生产委员会。 其任务为掌握生产方向、审定生产计划、监督生产计划的实施、检查违法行为。 二、建立军队的生产合作社,建立合作社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军队生产委员会的监督和领导之下,掌管全部生产资金。 生产活动和生产结果的处理。 合作社系统和军队指挥系统平行,相互密切联系,但不相混淆。 三、实行公司兼顾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生产红利,其中已有40%为生产者个人所有,其余为该生产单位及国家所有,建议建立公司革命家务,一方面做到军队部分自己,一方面使生产者个人有所收获。 此项个人收获,或自己留用,或寄回家用,或存储于合作社备用,由个人自己决定。 四、在土地缺少地区,除参加各种可能的手工业、工业、水利事业、运输事业和建筑工程之外, 军队首长可和当地人民政府商量,并在农民资源原则下,参加劳力、资金、肥料、农聚与农民伙众,使之增加产量、公平分配成果。 但必须注意,不得强制执行,不得与民争利。 五、各军区部队的生产计划,需与各大行政区和各省人民政府的生产计划相结合,统筹生产资金。 所有军队生产资金,均作为投资,必须计算利息和定顶还期。 所有军队生产事业,均需照张纳税,并遵守人民政府一切法令,不得违反。 上述各项,望各军区首长严格注意,务使我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生产建设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并随时检查、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和缺点。 各地人民政府对当地军队的生产工作则有予以指导和协助的任务。 主席毛泽东1949年12月5日接着,毛泽东批复了刘亚楼等关于各地机场修复问题的报告。 他写道,华东局及华东军区,华北局及华北军区,华中局及华中军区,西北局及西北军区,东北局及东北军区,并告政务院周总理,中裁委陈伯及空司刘畅王王,指刘亚楼,常乾坤,王毕,王炳章。 笔者驻朱同志,据空军司令刘亚楼等同志,11月28日点称,一,空军司令部刚刚成立,暂时无法照顾到筹划全国各地机场建设的总预算。 但我们认为,全国各军区及各级政府,目前主要应该是派定专人保护和管理各地现有机场及其现有设备,做到不再被破坏或偷窃。 同时,可进行各地方本身所能负担之经费和人力,可动员一部分部队参加范围内的修理工作。 至于各地机场大的修复工作,由于目前国家经济困难,除华东外可以暂缓一步,待空军司令部有力量来整个筹划这件事情时,提出计划,经军委批准后再来进行。 否则,必然形成无政府状态。 二、华东范围则有不同之处,因那里需准备执行战斗任务。 但也并不是在华东地区的所有机场,都要立即修理,如苏北就可以暂缓,而是首先修复与行将执行的战斗任务有关联的机场。 其修建程度,亦可限于为执行战斗任务所需要的范围,以免经费开支过大。 这种修复计划,据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报告,他们已经制救并已向三野前委请示。 在目前空军司令部无力量来审核这种预算的情形下,提议由空军司令部审核某地机场是否立即开始修理,而修理经费则由三野前委指定后勤机关审核之,然后报告军委批准之。 三、以上处理方法,如认为适当,请军委通知各军区及我们遵照执行,并到中裁委登役。 我们同意此种办法,请华东军区及各军区及照此办理,请中裁委及照此支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费,而拒绝支付一切可以减省的经费。 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1949年12月5日此时,毛泽东访问苏联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他选定由首都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护送他到山海关。 负责中国段沿途保卫工作的由铁道部部长滕黛远,公安部副部长杨其青和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继等人。 从北京到满洲里,铁路沿线每一公里都设置了一个哨位。 周恩来给各地党政军一把手打招呼说,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万无一失。 许多地方都是由县委书记、县长出马、站岗放哨、互路互桥。 护送毛泽东到边境县的还有李福春、李克农等。 毛泽东此次访苏的主要随行人员有四人,政治秘书、中央候补委员陈伯达、翻译师哲、机药叶子龙、警卫汪东兴。 其他人员还有医生、机药员、卫士、厨师陈炳成、沈建新、李嘉继、田树斌。 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和苏联在中国的经济专家组组长科瓦料夫一起陪同前往。 行嫌,毛泽东向随行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宣布了三条纪律。 一,此次出访,对外不宣传,不带记者。 二,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的党政军领导两人到车上看望,其他人不要来。 三,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不准向地方咬东西。 1949年12月6日晚8时30分,毛泽东一行,乘车来到北京西之门火车站。 前来送行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珍、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毛爱英。 毛泽东由周恩来、滕代远引导,登上列车。 车门两侧分别有罗瑞卿、杨齐卿、冯继和人员守卫。 整个站台上异常速静,没有一个先杂人员。 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代远、瑞卿和齐卿、克农同志随你到满洲里。 还有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继和政治保卫处的人员,也要一路送你到满洲里。 要不要认识一下? 毛泽东笑着说,是不是刚才在车门口见到的两位? 我们已经认识了吗? 周恩来请示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高兴地说,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楼。 晚九时,毛泽东乘坐的主列车从前门火车站第一站台正点出发。 这次出访的专列由前卫车、主列车、后卫车三部分组成。 前卫车由五个车皮组成,上边乘坐的是50个警卫战士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已经在半个小时前出发了。 后卫车也有五个车皮,乘坐着50个警卫战士,装载着给斯大林的贺寿礼品,山东大黄牙白菜、大萝卜、大葱、大葱、大鸭梨,各5000斤。 香袖斯大林大元帅,全身向一幅,杭州都锦生,四肢斯大林向两幅。 江西景德镇瓷烧斯大林相片两块,江西景德镇瓷烧带斯大林,向盘子十个。 24人用的江西景德镇瓷西裁用具全套,共一百余件,同底烧瓷兽牌一对。 景泰兰茶具,大小共五件两套。 康熙青花大瓷花瓶一对,象牙雕刻的宝塔一尊。 象牙雕刻的女英雄像一对。 象牙雕刻圆球三个,象牙雕刻八心一套,共八个象牙雕刻的龙船一具。 湖南香绣背面三十条,整套六十个,江西南风局一千斤,东笋五百斤,及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上海的明烟等。 毛泽东乘坐的主列车的编号是9002,共有十节车厢,一个连战士在前几节车皮内警卫。 毛泽东和叶子龙、汪东兴、李嘉继乘坐一节有四个房间的公式车厢,前边一间是惠客室。 毛泽东在中间的一间,其他几人用后边两间。 陈伯达、诗哲同用一节公式车。 同车送行的滕代远、罗瑞卿、李克农、毛岸英同用一节公式车。 其他的随从人员都在中间的车厢里。 主列车还有餐车、行李车等。 按规定,事先让列车员将毛泽东的车厢整理就绪,一切物品安放妥当,没有按铃叫人,不许进去。 这时,冯济、远远敲门进入车厢,请毛泽东休息。 他们举手敬礼说,报告主席,我是毛泽东一挥手,微笑着说,你是冯济,你是人员,我们已经认识了吗? 人员,认重道远。 好啊。 人员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天不早了,请主席休息吧。 车上备有一切用具。 毛泽东看见列车上备有毛巾、香皂、牙刷、牙膏等,立即让冯济,人员,把东西收起来。 他从随身带的一个小布袋里取出洗漱用具,说,我自己有,不需要公家令准备。 列车到达天津车站后,地方负责警卫的人上来报告说, 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一颗手榴弹。 罗瑞卿大怒道,简直乱弹琴。 杨吉星也说,怎么才发现? 不是早就清理过了吗? 李克农叫人把那颗手榴弹拿来看看,原来是科长满铁锈的旧弹,已锈成一个铁疙瘩,不可能再爆炸了。 罗瑞卿当即和杨吉星商定,由他在天津站下车,对此事进行彻查。 后来查明,此事是一个白俄级职工所为。 在铁路内部的检查中,天津铁路管理局管内的阳村铁路大桥的桥墩上,还发现了一个炸药包,被及时排除了。 毛泽东的专列在腾山站停车,加煤上水。 站台上三步一档,五步一哨。 铁路工作人员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列车检修工章之音像往日一样,从车尾朝车头方向检查过去,走过两节车厢,无意中看见一节车厢的车窗里有个熟悉的面孔,正在一窗而望。 他定睛一看,啊,差点喊出声,毛主席,是毛主席。 此时,车外的气温已经相当低了,为了检查车厢内的温度,张志英轻轻地拉开车门,走进毛泽东的车厢。 他看到毛泽东正在看报,本想尽量不惊动毛泽东,但毛泽东还是发现他进来了。 张志英马上立正,向毛泽东敬了一个礼。 毛泽东望着张志英点头示意。 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列车经过一夜的运行,到达河北省秦皇岛境内的山海关车站。 毛泽东早已起床,打开窗帘,见窗外冰天雪地,朝霞满天,心情好极了。 望着那气势雄伟的天下第一关,他深深地呼吸了几口气,想下车看一看。 他身穿泥大衣,脚灯方口不眠鞋,手里拿着香烟,从车厢的中间走到杨齐青跟前,笑容可惧地说,公安大臣,这里停多久。 杨齐青说,半小时。 嗯,下去看看可以吧。 毛泽东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吻。 杨齐青便对一旁的汪东兴说,外面风大,你帮主席加点衣服。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 历史上,齐始皇、汉武帝、曹操、唐太宗等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我们就要出关了,到此岂有不下车之礼。 说吧,他第一个走下列车来到站台上。 滕代远、李克农、杨齐青等人赶忙走上前去。 警卫人员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这里下车散步,因此没做任何警卫部署。 毛泽东见到天桥,就说天下第一关在什么地方,到天桥上看看去。 上了天桥,毛泽东向身边的人介绍说,山海关,北夷烟山,南临渤海,因关在山海之间而得名。 他看见不远处的山海关城楼上写有天下第一关几个大字,马上向滕代远提出要去那里看一看。 滕代远问人员有没有小汽车? 人员回答,没有准备汽车。 毛泽东说,那就算了。 听说孟江女坟也在此地。 人员说,没有坟。 在城外,有段城墙塌了,传说那就是孟江女万里寻夫,枯断长城的地方。 原来如此。 毛泽东笑了笑说,一行人下了天桥返回到列车上,专列重新启动。 毛泽东问师者罗长子怎么不见了? 石州报告说,在天津站发现了一颗手榴弹,罗部长留在那里,进行深入调查。 毛泽东说,卢瑞卿还是很负责的嘛。 专列过了山海关,气温已下降到零下40摄氏度,毛泽东乘坐的车厢暖气管道冻裂了,急俗暖气片全坏了。 滕大远急忙指挥列车段段长章鱼,把地毯卷起来,把洞餐车烧开水,想用热水从两头把洞坏的管道烫通,但费了半天劲也不见效果,只好请毛泽东到另一届车厢休息。 毛泽东换了车厢后,继续工作。 除了处理国内的一些电报外,他还提出搞些调查研究,找几位沿途党政负责同志上车谈话。 机要秘书叶子龙马上将毛泽东的指示通过电台传达到有关县市。 毛泽东在隋中同县委书记谈话,在锦州同锦州市市长谈话。 据当事人回忆,毛泽东调研的题目太多了,问得太细了,连统计数字包括百分比都不放过。 7日晚,列车到达沈阳车站,高岗一行人上车看望毛泽东。 高岗提出要送毛泽东到满洲里,毛泽东没有同意。 因为要检修列车暖气管道,毛泽东临时下车,到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的沈阳文化宾馆休息了半天。 在沈阳和哈尔滨,毛泽东同当地铁路局负责同志谈话,了解铁路运输生产、管理、职工生活等方面情况。 毛泽东原成车厢的暖气设备,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伯克图一路修理,也没有修好。 毛泽东说,不是车厢冷,就是拉不动,这火车比老牛车还慢,你们还说胜利品呢,还是美国出的。 美国的东西就那么零。 我历来不相信,有些人迷信洋货,怎么样,结果害了自己。 12月9日,列车到达中苏边境满洲里。 毛泽东在这里需要换车,因为中国铁路是窄轨,苏联铁路是宽轨。 苏联迎候毛泽东的是一辆设备很好的高级专列,设有会议室、卧室、休息室和浴室,显得气派堂皇。 列车在苏联境内行驶30分钟后,停在赤塔州奥特保尔车站上,赤塔州苏维埃主席乌若福、外交部交际司副司长马特维耶夫、外贝加尔军区司令部代表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杰夫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和他们亲切握手,互质问候。 苏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仪式,拉夫伦杰夫致欢迎词,毛泽东检阅了一仗队。 列车又继续向前行驶了。 毛泽东望着车窗外的挨挨白雪,谈了谈香烟上长长的烟灰,口里喃喃自语,西伯利亚,千里冰封阿,西藏大约也如此吧。 他让工作人员拿来西藏的资料,认真地翻看着。 他不断抖落烟灰,构思着给中共中央电文的内容。 他写道,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地转化,进军西藏已早不移迟,越早越有利。 否则夜长梦多。 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很快就把毛泽东的电文传到了西北军区彭德怀手上。 而后,毛泽东与苏方派来担任翻译的汉学家费德林,谈起了中国古典文学。 费德林在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屈原》的生平与创作,曾得到郭默若的指导。 他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泽东帅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任苏方翻译,作为斯大林、毛泽东两巨头的翻译。 书中还说,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两人接触非常密切。 关于这次谈话,他在书中记载,毛泽东在谈到屈原时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 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 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 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 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12月9日这一天,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熙侯、潘文华等在雅安起义。 刘、邓、滩部师级以上军官也在四川彭县联名发出拥护起义的通电。 当天,刘文辉、邓熙侯、潘文华通过共产党方面在雅安的秘密电台致电毛泽东和朱德、电文如下、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 并转各业战军司令,即全国人民攻剑,蒋贼届时盗窃国炳念载余资,罪恶昭彰,国人攻剑。 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异行怪谬,如破坏政协决议个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 紊乱基隆财政,促成国民经济破产,搜使贪污千人横行, 一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图见国际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断绝。 而蒋贼忽恶不圈,唯利是图。 在事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尚玉已异于抗天下, 把川、康梁省八年抗战所残留的生命财产, 做孤注之一至我,梁省民众,岂能人于忠股。 文辉、西侯、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 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 然亡羊补牢,古有名训,佐飞金士,贤者所量。 自卫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 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严、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 结成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 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夜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 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 保护社会秩序与公司财产, 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受, 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对派之残余, 以欺川、康全境早获解放。 坦白陈词,敬为垂查。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 扣1949年12月9日12月9日深夜, 云南省主席卢汉通过广播电台宣布起义, 致点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人民解放军、各级政府。 电文如下,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朱总司令、周总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 副司令员、各政委、全国各军政委员会、 各省市人民政府、 各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攻建人民解放, 大意招然,举国肃以归心, 忍者忠于无敌。 抗战八年,云南民主思潮普遍三议, 革命原有历史, 响意和赶后人。 不亦胜利府邻, 国民党反动政府, 私心滔天, 排斥异议, 遂发生云南政变, 且借机将数万箭儿, 远述东北, 地方民众武装, 剥夺殆尽, 全省行政首脑, 形同傀儡。 以特务暗叹, 钳制人民之思想, 以警察宪兵, 监视人民之行动, 诸求无厌, 动辄得救, 冠民束手, 激愤陌生, 父老则冤苦填膺, 青年则铤而走险。 人民革命洪流, 时已席卷地下。 解放全天, 有如日月惊天, 江河行地, 绝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恶阻。 只以压力太大, 不忍轻率从事, 重苦人民。 汉主持滇正, 呼呼四载, 孝魁磊之登场, 处孤孽之地位, 操心威而律换身, 左之无而右结绝, 禀威胁之多端, 实质穷而力驱, 继富巅人, 富富革命。 年来居心形势, 无不以云南一千二百万人之祸福为前提, 此中委屈不敢求量于人, 亦不敢求数于我, 苟知行计而罪我, 虽白死而不辞。 时机未知, 不惜委屈忍耐, 权位应付, 时机已至, 不惜任何牺牲, 解放云南。 自以坚决之行动, 尽应尽之义务, 但求有利国家, 有利人民。 自本日起, 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 宣布云南全境解放, 并遵照毛主席, 朱总司令所宣布之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 及第二夜战军司令刘伯成, 政治委员邓小平, 对川前天康宣布之四项办法, 暂阻之临时军政委员会, 维持地方秩序, 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 至于汉个人, 只求云南解放之完成, 即当隐退而戴罪。 如有反动势力危害相帮, 汉当率领三亿建儿, 妇努前驱, 迎头痛击, 完成人民解放大业。 仅此宣言, 诸为攻剑。 卢汉率全体文武官员, 继全省民众, 寇海嘉英, 12月11日, 毛泽东, 朱德, 便副电刘文辉, 邓锡侯, 潘文华等人, 对他们率不起义表示欢迎, 并指示他们通令所属, 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约法八章, 和第二夜战军的四项号召, 改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 为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 肃清反动残余, 建立革命新秩序而奋斗。 这一天, 毛泽东又以他和朱德的名义, 赴电卢汉, 他在电文中写道, 昆明卢主席勋建, 加电送锡, 甚为欣慰。 云南宣告, 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 服从中央人民政府, 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 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现我第二夜战军刘伯成司令员, 邓小平政治委员, 已进驻重庆, 未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 即叛讯与重庆直接联络, 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 并望通令所属议体, 遵行下列各项。 一, 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 并配合我军, 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 二, 执行人民解放军, 今年4月21日, 布告于今年11月21日, 刘邓两将军的四项号召, 保护一切国家财产, 维持地方秩序, 听候接收。 三, 逮捕重要反革命分子, 镇压反革命活动。 四, 保护人民革命活动, 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 又, 未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 并取得各方量解计, 四, 以另发一通电, 对过去做继一步检讨, 在由我方垫覆, 并与互相同意后发表, 较为妥当。 专此, 并惜财富。 毛泽东朱德12月11日, 罗汉复电表示, 完全接受中央指示, 起义通电于12月20日正式发表。 且说毛泽东的专列行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 他照例由诗哲陪同, 下车散步, 刚刚走到月台上, 忽然觉得头晕目眩, 随即满头大汗, 那高大的身躯即将倒向地面。 诗哲和后边的卫士急忙上前扶住, 将他掺回到车厢内。 12月15日, 中国驻苏联特命权权大使王夏祥及夫人朱仲利, 还有在苏联学习的苏维士周恩来的甘女儿, 从莫斯科乘车到数百公里外的基洛夫车站迎接毛泽东。 此后, 苏维士也参加了翻译工作。 12月16日中午12点, 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北站亚罗斯拉夫车站。 苏联党政局领导人除斯大利以外, 布尔加宁, 莫洛托夫, 贝利亚, 卡冈洛维奇, 米高杨, 维辛斯基, 梦西科夫, 葛罗米科, 悉尼洛夫等都在车站迎接。 克里姆林宫的大钟当当当地敲响了, 表示对毛泽东的隆重欢迎和崇敬。 毛泽东在苏方的欢迎仪式上, 发表了简短的书面演讲。 他说,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这次会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 是生平最愉快的事。 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身后有益的。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 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 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 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 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中国人民在患难中, 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 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 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 反对战争挑拨者, 巩固中苏两大国的邦交, 和发展中苏人民友谊。 我相信, 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 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 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 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穆斯科的天气实在冷得厉害, 隆重的欢迎仪式很快就结束了。 罗申把毛泽东一行, 送至穆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处的原斯大林战事别墅里, 说了声, 你们好好休息, 便离去了。 斯大林的战事别墅并不大, 地面上有三层, 一两层住人, 地下室有住房、 厨房、 作战设备等。 毛泽东和叶子龙, 施哲住在一层。 毛泽东住的是一个套间, 里间是卧室, 中间是办公室, 外间是会客室。 陈炳城, 李家记, 田树斌等人住在一层西边的三个房间里。 陈伯达住在两层东面的一个大房间里, 汪东兴和沈建新住在两层的一个房间里。 两层的其他房间留给周恩来等人。 毛泽东在他的卧室里, 伸手按了按摆放着的一张高级弹簧床, 皱着眉头说, 我睡不了这种床。 卫士说, 主席, 我们把垫子掀了, 铺上块木板就行了。 毛泽东说, 好, 不能去麻烦人家, 我们自己想办法。 卫士建议说, 我们可以请大使馆的同志帮忙解决。 毛泽东同意了。 不久, 大使馆就派人送来了一块木板, 大家一起动手, 撤掉了弹簧床垫, 换上了木板, 摆上了毛泽东的书籍和用品。 一安顿下来, 毛泽东就想起了斯大林要在中国投资建立工厂的事。 据赫鲁晓夫回忆, 有一次, 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 中苏双方共同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开发新疆的天然资源。 后来又提出, 让中国画出一块合适的地方, 给苏联建立一个橡胶园。 毛泽东立即回电说, 我们同意在越南海岸对面的海南岛上为你们建立一个橡胶园。 但是我们有一些条件, 明确地说, 就是我们建议你们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贷款、 机器和技术援助, 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这个橡胶园。 我们将给你们运去橡胶, 作为你们这种帮助的报酬。 后来, 斯大林有一次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 立即指示, 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马林科夫说, 给中国人发个电报, 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 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你一谢, 赫鲁晓夫在一旁都在说, 斯大林同志, 那里以前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 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 如果现在苏联, 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 也要在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 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意见, 电报照样拍了出去。 两天后, 斯大林受到了中国人的回电。 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 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 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 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 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 毛泽东自然也不会忘记, 1949年1月, 米高阳在西柏坡要吃活鱼的傲慢神态。 本来吃东西并不讲究, 连死鱼, 剩鱼都吃的毛泽东, 现在却对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说, 你只能给我做活鱼吃, 他们要是送来死鱼, 就给他们扔出去。 果然, 苏联人送来的鱼犬是死鱼。 厨师遵照毛泽东的命令, 给挡了回去。 苏联人慌了, 找来翻译一问, 才知道毛泽东只吃活鱼, 不吃死鱼。 苏联人只好向中国客人郑重保证, 马上抓活鱼送来。 自此, 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 毛泽东吃鱼狠讲究, 不是活鱼不吃。 12月16日傍晚, 毛泽东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 晚时时整, 斯大林率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 在他办公室的小会议厅里, 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一进入敞开着的门厅, 斯大林便站起身来, 离开办公桌走上前去, 毛泽东也快步走过去, 同斯大林紧紧握手。 斯大林说, 你好, 欢迎你的光临。 毛泽东也热情地说, 非常高兴见到您。 斯大林又是握手, 又是拥抱。 这是他们二人的第一次会面。 斯大林注视着毛泽东, 端向了一下, 高兴地说, 欢迎你来苏联访问。 想不到你还很年轻吗? 很健壮吗? 毛泽东说,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及我个人, 向斯大林同志和在座的苏联共产党、 苏维埃政府、 红军元帅同事们问好。 感谢你们对我的邀请。 斯大林回过头, 把穆罗托夫、 马林科夫、 贝利亚、 布尔加宁、 卡冈诺维奇、 维新斯基等一一介绍给毛泽东。 大家在大厅内围成一圈, 互相问好祝愿。 斯大林非常激动, 对毛泽东赞不绝口, 他说, 伟大, 真伟大。 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 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我们祝愿你健康。 毛泽东说, 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 有话无处说, 斯大林在为自己在中国问题上, 出过一些不正确的主意, 而深感内疚。 他赶紧接住毛泽东的话头说, 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 不能谴责胜利者, 这是一般的功力。 宾主在大会一桌两旁落作, 双方会谈开始。 一边是苏联有关领导, 即翻译费德林, 做了一长串, 斯大林坐在中间。 一边是毛泽东, 还有翻译师者。 斯大林说, 中国革命的胜利, 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 国际革命的力量的砝码加重了。 我们真心诚意地祝贺你们的胜利, 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含笑说道, 中国人民的胜利, 离不开苏联人民的支持和帮助。 我代表中国人民忠心地感谢苏联人民和斯大林同志, 愿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斯大林关切地问道, 中国的战事是否会很快结束。 毛泽东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路上的作战非常顺利, 很快就会把国民党军彻底逐出大陆。 只是在海上岛与作战中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这并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步伐。 斯大林取下叼在嘴上的烟斗, 笑着问毛泽东, 毛泽东同志, 你这次远道而来, 很不容易,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不能空手回去, 你有什么要求? 我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委婉地说, 我这次来, 一来是为您祝贺寿臣, 二来是看看伟大的苏联, 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 都想看一看。 然后, 中苏两国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 搞个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斯大林和苏方人员不懂毛泽东这种富有哲理, 又很幽默的语言, 一个个目瞪口呆。 毛泽东不愿意亲自与苏联人谈具体问题, 他对斯大林说, 我想叫周恩来同志来一趟。 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 惊讶地反问道, 周恩来是什么人? 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 为什么还叫他来? 请他来干什么? 毛泽东见斯大林不明白他的意思, 不高兴地说,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的总理。 他来了, 就可以商量一些事情了。 双方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 将要结束时, 斯大林对毛泽东说, 我们想得到你的著作, 可以把你的著作译成俄文。 毛泽东说, 我正在审阅我的著作, 我计划在1950年春季完成审阅工作。 我想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 第一, 同俄文翻译, 一起搞好译文。 第二, 在编辑中文原稿方面得到帮助。 斯大林愉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推荐了曾在三四十年代, 担任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 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 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的哲学博士, 帕维尔, 费奥多罗维奇, 尤金。 他还说, 这个人你们不熟悉, 他有理论修养, 我们经常使用他, 你看合适不合适。 毛泽东说, 这样的人最好。 预知此后, 毛泽东在苏联的活动情形, 请看下一张。 东方蒙约, 据赫鲁晓夫回忆, 斯大林曾经向毛泽东提出请求, 由苏联在中国建立橡胶园和波罗罐头厂。 毛泽东均以维护国家的主权为原则, 巧妙地婉拒了友邦。 这一类外交事务值得后人深思, 是主权重要, 还是迎头小利重要。 为了眼前利益, 放弃主权, 出卖资源, 而引狼入世, 到底是公事国?